新北市立图书馆在机场捷运三重站设置了智慧型借环书站 并且在日前正式启用 只要持图书馆的借运证 两分钟好书就到手上 让大家带着书本去旅行 暑假是旅游的旺季 旅程中难免有等候的时间 这个时候除了滑手机 看一本好书也是不错的选择 新北市立图书馆特别在机场捷运三重站 设置了智慧型借环书站 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这个机柜可以还书 然后也可以预约书 就是我想看什么样的新书 或者我想要看 有我自己想要看的经典的小说 那因为我上班都要经过这里 我可以马上的就预约 然后在明天我就可以拿到书 我觉得这是带给大家非常的方便 为了服务机场捷运线往来的旅游民众借还书 这次特别选在中和新炉县和机场线交汇站的捷运三重站 设置了智慧型借环书站 让书箱伴随旅程 在我们这个连接台北捷运 跟我们桃圆捷运的一个来往的一个空间 设置了这个一个这么优质的一个书箱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过往的旅客 可以在搭乘捷运的同时 也可以利用这个智慧型的借环书站 智慧型的借环书站 进行文化的交流 进行文化的交流 然后增加阅读的乐趣 读者只要感应借书证 并输入想要借的书籍的图书架号 就可以轻松完成借书手续 除了借书 同时也提供图书预约 还能归还新北市任意分管的书籍 记者沈志宏林静渝三重采访报导